政題不講也講到公投幹嘛 這什麼意思啊 難道漢翔不應該行政中立嗎 這沈榮金啊 16號的事啊 這還是公務時間耶 他還沒下班耶 這違反行政中立啊 可以這樣嗎 你拿公務的時間 用公家的資源 去做違反行政中立的事情 這絕對有上面的壓力嘛 那漢翔 漢翔基本上是 國安部這邊有沒有投資 我們有投資嗎 好 我請空軍說明 我們主要 我們這個軍售主要的是 美國的原廠 那至於漢翔是 這個受美國原廠委託在做這個飛機的購改 所以說 相關的這個合約管理以及旅約的督導 我們都是透過這個軍售系統來做 漢翔公司是政府有35%的投資啊 對不對 他是有關股的嘛 所以你們有一些退役的將軍都去當董事長啊 當董事啊 現在也有你們董事在裡面啊 是 他們都是 空軍這些都屬於專業人士 退下來然後去當董事嘛 所以他基本上 其實是政府投資成立的啦 然後我要講的是說 這樣子的公司其實他也必須維持行政中立啦 對不對 是的 沒有錯吧 那我們看幾張照片 這個是F16維修中心廠商聯誼會的現場 在哪裡 還是講這個相關的 那一天啊 沈榮金副院長啊 跑到這個場合來致辭啦 來講話啦 講的講的 他去的時間是 講話時間35分 4點35到4點55 這還是公務時間耶 他還沒下班耶 你搭公務車去耶 對不對 這漢翔是國人企業耶 雖然是廠商聯誼會 我現場一定有漢翔的人啊 有沒有軍方的人我不知道啦 但是人家照片都出來了啦 這違反行政中立啊 可以這樣嗎 對不對 副部長可以嗎 適合嗎 如果這樣的話 我是領先人 為什麼不找我去 我是其中一樣的領先人啊 我可不可以去 可不可以 這個場景我們真的是不了解 我現在照片給你嘛 你說你不了解那你去了解 我跟你講 行政中立法第十條規定 公務人員對於公職人員之選舉罷免 或公民投票 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利機會 或方法要求他人不行使投票權 或為一定之行使 就是告訴你 連講都不能講 選舉罷免跟公投喔 都規範喔 各位在場的所有公務人員 請你們記得 行政中立法第十條規定的 而且這裡面 同法第十七條第九條規定 行政中立的人員為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 司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 也就是代表政府有投資的公股也一樣 所以這樣的事情可以嗎 你們漢翔可以來辦這樣的事情嗎 請神榮金來 然後來講 要行政院來講公投 這可以嗎 整個政府已經用國家的力量 國家的機械 對抗人民的意志了 結果這還不夠 還要求 國營失業 國家投資的失業 來做這樣的事 副務長你們要不要查 是是是 這可以這樣嗎 這趁你違反行政中立法 對 對不對 包委員我是常務次長 因為漢翔是財團法人 那財團法人是屬於經濟部的業管 所以說整個 我會再去問經濟部 但是他們都做的是你們國防部的業務 我們是屬於 而且你們國防部有派董監事 對 退休的將領在裡面當董事的都有 但是整個主管機關是 董事會可以講話吧 是經濟部 董事會可以要求吧 是 董事會該不該要求維持行政中立咧 沒有國家的公股在裡面啊 35% 是 董事長是你們是官方的啊 為什麼不能講話 這個董事長有沒有被被受壓力要求 所以一定要辦 或者上面交辦 調查這件事情啊 我特別向委員 如果說副院長可以去講 那我也可以去講啊 是 要不要邀請我去講 是是是 這中立問題啊 特別向委員報告 整個董事是以經濟部為主 而且這個副院長還假工技師耶 你拿公務的時間 用公家的資源 去做違反行政中立的事情 行政院副院長耶 所以 這絕對有上面的壓力嘛 所以漢翔只好照辦嘛 是 不是嗎 副院長這給我查清楚啦 是 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也要去講啦 我在台中啊 為什麼不能去講 謝謝委員指導 對不對 請你查清楚給我報告 是 再來 你們該講的不講啦 部長請問魚叉飛彈的海岸防衛系統 高達多少錢 八百六十六億 這個有沒有事前談公和 工業合作 有沒有 還已經說明一下沒有 沒有 沒有 結果你們該談不談 公和不談去談公投 工業合作是法律明定你們要先談的啊 這麼高的一個採購金額八百六十六億啊 然後你們現在不只不談你們還修改規定喔 修改規定啦 以前是怎麼樣 五百萬美元就要談公和 現在你們要改成三千萬美元 那三千萬美元這一筆也很大啊 魚叉飛彈八百六十六億元耶 結果我們沒有拿到任何技術上面的移轉跟好處 或者工業合作上面的好處 這個所謂的公和這一塊喔 談公和你預算還要另外再加 不是在這原本的預算裡面 原本的預算裡面本來就應該 要去把這部分計算進去做你的採購金額嘛 而且魚叉這一塊一般的這個 維修維保我們應該有成熟的技術啦 我講的是魚叉喔 是現在被拿出來講說破例啦 以後就幾乎都 你這個利益開以後都不用談公和了啦 之前啦本來法律明定是你要事前公和的 後來監察院105年的調查報告 指出來說你們都事後公和 85%都事後公和 事後才談公業合作 那個已經違法了 你們都鑽漏洞 後來你們乾脆就修法 把它改成說可公和 可做可不做啦 能做多少算多少 那最後就不會做啊 是包委不會說不做 我們是根據實際上的需求 我們才會 那非常難道我們沒有實際上的技術上面的需求 這些有些都是我們具備的能量了 對不對 談公業合作就是要你們在採購過程裡面 我們也得到一部分的技術移轉 後勤 起碼後勤維修上面 我們能夠得到好處嘛 對不對 就好像買那麼多F16 我們自己都沒辦法維修的話 都沒有辦法連基本的技術都不能夠移轉的話 那我們怎麼樣再拿回去修嗎 對不對 飛彈也一樣啊 中科院一天到晚研究飛彈啊 這些飛彈技術難道我們不需要嗎 如果說我們自己能夠有這樣的技術 我們也不用採購嘛 要採購魚叉就是因為我們的技術可能沒那麼好 請注意時間 好 謝謝 所以呢我們才需要工業合作嘛 而且這才有利於我們的國防自主啊 不是嗎 國防自主不是蔡政府的政見嗎 那你拿了那麼多錢去採購了 我們也拿到半毛工業合作的好處耶 結果現在要編2400億的特別預算 來買國內的 因為錢都拿去給國外廠商賺了 國內的抗議的說明你們編2400億出來 來安撫他們嗎 是這樣嗎 你看你2400億幾乎都採購國內的啊 包委員關於魚叉公和 我是海軍參謀長 我簡單跟你做個報告 第一個 魚叉飛彈我們從84年用到現在 已經用了二十幾年的時間 那其實我們有建立它三級的維保能量 那關於魚叉飛彈這個案子啊 因為第二個才考量當初採購的急迫器 那我們分析如果說要談公和的話 第一個時間會拖很長 第二個 我們 我們 我們來分析說 以我們現在所獲得魚叉飛彈維保的技術 我們需要我們要再跟美方談更進一步的技術 一些機敏的技術他們也不會願意釋出 所以這個案子就沒有談公和 那是不是以後其他案都一樣 差不多了 比照辦理都不談了 我們會試狀況 我們試個案的狀況 會試個案的狀況 對會試個案 光布時間關係 請你們把你們公和的案子 現在國防採購裡面 正在採購的 你有談公和沒談公和的資料給我 謝謝